可是沒有辦法在長照的服務裡面去提說 假設有個老人家需要性服務 這個話目前在長照服務裡面是不能 就是不是不能提 而是你提了沒辦法被懂那是一個基本需求 所以我覺得那個性政治的斷裂 其實嚴重到現在非常具體 對 所以什麼叫做基本需求 搞不好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見得 會把性當成自己的基本需求 或者是基本不需求 就是我覺得這個討論的斷裂其實是蠻清楚的 然後在處理長照議題的時候其實更具體 然後包括性騷擾跟性服務 或者是那個性的交易 這些討論其實原本應該在每個運動裡面做討論 但是其實那個沒有位置 或者說掉落的那個反倒是比較具體的 然後也是因為我覺得這次的同婚的討論 把同志運動在台灣長得更驕傲了一點 就是開始有這種討論 可是又被那個鑽石打敗了 就是同婚的討論其實開始去討論 有很多很多需求是應該被這過程裡面看到 譬如說什麼叫平等 很多的平等其實是助長同一個方向 往同一個方向走 然後很多的不平等反倒是長出了一些 譬如說男女差異的對待 譬如說女童性戀在家裡的被允許 因為手帕交的存在 跟男童性戀在家裡被允許 因為不允許因為重男輕女 所以這種東西搞不好在過程裡面 可以更被看到的討論 然後我說運動方式跟個人的選擇 也應該再被看到 就很多人會說我個人的經驗是怎麼樣 我可以選擇怎麼樣而做什麼 跟運動方式的推展 我覺得這也應該被討論 同志運動或說勞工運動 或說性別運動往哪邊推 這跟你個人選擇在現在有的制度裡面去苟活 我覺得這兩個應該要分開來談 對 就像有很多很多跨國的關係 是因為勞動契約或婚姻契約去做自己的存活 跟我們是不是鼓勵這些人趕快結婚 以取得所謂第一世界或更進步的世界的公民權 我覺得這就是兩回事 是跟同志運動跟同志運動 推婚姻也是兩回事的這種方式在 應該要這樣被討論 對 好 我是中央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想要分享一個經驗 跟信少有關的 就是有一次我在UT上面 有因為他系統設定有點怪 然後看到別人另外兩個人的互相的對話 然後有一個看到的內容就是有人覺得在一個 男同志的一個蠻常去的一個溫泉 然後就說那邊有老人家 然後想要偷摸他 然後讓他不舒服 然後 然後所以他想要就是找一個辦法來陷害那個老人家 讓那個那個老人家被抓或怎樣或被驅離 然後我就想要那個 就是他現在同志想像那個很乾淨的良好的那個樣貌 然後不允許 那因為家推的家裡推這種 隨著那個 要證明同事的良善 各位很多東西都被 不 也沒有讓我直接涉及到性別騷擾或是什麼 可是他就很直接會被當作一個壞的 然後直接就是直接想要把他取離 我先要接著剛剛那個Lito講的就是那個 城鄉差距的部分 關於就是城跟鄉兩個不同的形態底下 其實他們的各種可能被發展出來的樣貌 他的直線性跟他的空間性到底是怎麼樣子的 那就是像剛剛那個就是金萊佩 或者是王浩中他們提到的 某一種關於前現代跟現代的那個 劃分的家庭的想像模式裡面 其實反而我們會覺得在城市裡面的 那個空間性是被限縮甚至是被緊縮的 就是我不可能 就是我們反而在城市裡面很早就接收到 某一種性資訊的性管訊或性規訊這個部分 反而像我從 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個就是比較想像的部分 就是還被認為是某一種前現代的 爭厚的地方 以及我現在念書的那個東華大學 也算是某一種還 就是在觀光化之前還算是一個前現代的地方 其實在那個所謂前現代的生活底下 我們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國家對於性的規訊是相當粗糙的 不會像所謂現代性這個過程裡面那樣子的細緻 反而在那個粗糙的過程裡面 我們長出了很多的空間 可以讓我們摸著摸著就摸出興趣來了 但是如果我們在城鎮裡面的話 摸著摸著是摸成了性騷擾 你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性騷擾這三個語言 或是意識形態深到我們的校園 或者是其他部分裡面 我們的那個情欲的能動可能性 反而在前現代是長出來的一種 就各種雜聲的 各種可能是美妙的 或者是彼此之間都是可以在一個 就是大家認為就是平常 就是說我們可能在某個地方看到他們 做了某些事情就覺得很噁心 可是在城鄉 在鄉下那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攻擊你打野炮 而且走過的人會覺得很正常 因為之前已經有人這樣做過了 像是我在我小孩國中的時候 還生活在南投的時候 我就聽到經常會有 就是什麼半夜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青少年 還沒有拿機車架 可是就騎了機車到某一個 國小半夜的時候 就開始在那邊一起打手槍之類的 然後像我在花蓮的時候 就有聽過就是那個 因為 whatever fun 就是大概在那國小果凍的時候 就是 一人長二十根條的那種狀況都會存在 可是我們很難想像說 這種這麼早的性啟蒙 就是完全不會跟性騷擾 性侵害畫上等號的那種 就是充滿著美妙 而且可能現在被認為是劣跡 可是在那個時候是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 情侶關係 在某一種還沒有現代化的過程裡面 它是那樣子自然而然的存在的結色 而且這些東西是不會被國家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在 反而在那種接受現代的性管制過程裡面 我們就真的是漸漸失去了一種 不管是空間的 或者是其他部分物質上面的 對於性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已經 反而透過太快太早的去了解 或者是被灌輸某些知識而被限縮 好 待會兒就這樣 今天本來沒有打算要發言 不過我有兩個部分想說啦 第一個是 就是本來預設會有一些可以對話的朋友會來 可是我剛就是來來回回走了一下 發現他們都沒有來 然後我在我臉書上就PO說綠色的人都沒有來 然後大概都去排明天的演唱會這樣 因為品愛入場 這裡可能就不是這樣 然後所以 如果預期 我就是暫時來當一個 有點像綠色那個對話 我們想要對話的對象的人 會提出來的問題 可能也是我最近一直受到的挑戰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些可以對話的對象 或願意還來跟我或我們的朋友對話的 其實也都是朋友 也都還願意對話 因為有些人大概就不了你 就是他就去推他的法案 或者是他也不跟你對話這樣 所以 避免 避免今天到最後還是變成一個取暖大會 因為天氣真的很冷 所以 我可能丟出一個 我可能也不是講得很清楚的 因為他們或許站在他們的位置或立場 追求婚家的立場 可能會挑戰會比我說的更清楚一點 然後 一部分是彥柏剛剛 試圖要再釐清的那個運動策略的問題 雖然 何熟永已經講的 回應得很好 我覺得 還有昊中也有說 他認為就是一個反運動 但我覺得 因為彥柏跟我私下討論非常多次 我們都在想 如果遇到這樣的質疑的時候 要怎麼樣的去回應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展開什麼樣的行動 然後 以至於就是昨天我 我們到昨天半夜睡覺的時候 都還在討論這個部分 就是說 一塊是 一塊是在回應 質疑的人說 毀廢沒有行動性 所以彥柏才寫出 他在華光 或者是在各個社域裡面 比如包括宏林也寫了 是靈王家的批評 那些裡面看到回廢的那樣 可是那樣的回應 馬上就被說成是收割 然後所以彥柏是 剛剛試圖有在提出 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 有一塊是 有一種路線是這個 然後有一種是 真的以回廢為核心 然後 好像做出一個 比較是現在社運行是 或者是剛剛那個 反核的朋友有在搶 或者是剛剛苦勞的朋友在問的 那個 真正有運動策略的部分 但我覺得彥柏 我那一塊沒有 沒有他昨天晚上講的那麼清楚 所以或許他待會可以 再把他釐清一下 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可能是問號中 或者是評非的 就是 或者是靖茹 就是我在我的臉書上 受到的一個挑戰 他就說 到底 毀廢 毀廢好像 毀廢好像最後在目前的情勢下 最終有一個 很根本的立場 或者是我誤解的立場 或是他們誤解的立場 就是不要國家 或者是 對於國家 有一些質疑 或者是對於 某一種國家作為 支援分配的那個位置 有一個質疑 一旦